BNT疫苗好像已經要來囉 因為已經傳出了嘛 這個簽約是已經簽好了 那我們先來看到 這批的BNT輝瑞疫苗呢 強調的就是是德國的原廠進口 所以上面是沒有復必泰 這三個字的字樣 那這個標籤就委託給特定的工廠 使用特殊的膠水 那預估大概是要四個禮拜的工時 才會完成 那現在進口價是30美元左右 但是你加上一些運送啊 還有你這個儲存 大約是要33美元 那這個價格也是歷年來的最低價 那我們總共是花費了3億3千萬美元 那現在針對這個BNT疫苗 到底什麼時候會來台灣呢 因為很多人都在等嘛 預計呢最期望當然是8月底9月初 能夠越快到就越好 但是因為這一批疫苗呢 他們是德國原廠進口的 所以他們的速度恐怕是沒有這麼快 所以現在保守的估計 恐怕是要等到10月的時候 這批BNT疫苗才會正式的抵台 那陳時中就有說了 將會保留部分是給12到18歲的青少年 因為目前呢根據這個實驗數據 BNT輝瑞疫苗對這些青少年是有辦法提供保護力的 所以將會保留一批 就是要提供 專門提供給青少年的部分哦 但是現在呢 附信醫藥他們的聲明內容哦 也點出來了 他們說目前的契約其實還沒有完全的簽妥 那主要的關鍵就是呢 這一次他們交易的執行 還是受制於疫苗在當地的使用 獲批捐贈完成等條件的滿足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個多方契約 如果要成立的話 是還需要台灣政府的批准 並且滿足台積電以及 紅海永齡等等他們的捐贈條件 這樣子呢 才是全部的完成哦 所以現在要等到這個行政的流程 先趕快的走完 那到時候走完了之後 台積電還有永齡呢 他們才會來對外來公告 那郭台銘呢 他昨天也是在他的臉書po文了嘛 就稍微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過程 他就有特別提到現在呢 雖然傳出嘛 這個BNT疫苗要來了 但是大家還不可以太放鬆 現在是要努力的催促疫苗的到貨時間 以及數量 另外他也特別強調這一次簽約的整個過程 北京當局是並沒有干涉的哦 所以他也是有特別點出了這個條件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則新聞 莫德納疫苗9號的施打人數遠多於AZ疫苗 現在輝瑞編梯也要來了 上海復興母公司11號晚間宣布 子公司復興10頁分別與台積電 紅海永齡經濟會以及玉立醫藥公司 簽訂銷售協議 將銷售共1000萬劑新冠疫苗 將被賣方捐贈台灣機關署用於當地接種 另外也傳出最快9月可到貨 150萬到300萬劑疫苗 10到12月每月各到貨250萬劑 起於明年第一劑送抵台灣 每劑採購價格超過30美元 那一切的程序都在進行中 靜待有一個好結果 不僅如此 就連後端的冷鏈措施都準備好 原本輝瑞疫苗冷凍條件 需要再-70度 不過美國跟歐盟放寬保存期限2到8度 從5天拉長到一個月 物流跟保存作業難度大為降低 不過對購買BNT進度 台積電回應簽約 當事人有多方正在進行簽約法定程序 一旦完備及對外公告 而洪海則私下回覆 若有相關消息會發新聞稿 未來BNT到貨後 是否會讓12歲以下的幼童師打 指揮中心也作出回應 只有BNT能夠打12歲到18歲 那我們一定會保留給學生來打 2019年40到50歲 納稅族群有153.7萬戶 50到60歲是116.6萬戶 共超過270萬戶 納稅貢獻度60.78%是最大宗 但以目前的到貨速度 以及疫苗的數量來說 40到60歲族群恐怕還是打不到 指揮中心講說 疫苗夠了 每次都是黃牛 政府無能嘛 那1000萬劑疫苗都到了 普羅大眾還是接種不到 納稅主力族群 想達到國外疫苗 恐怕還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所以上海復興醫藥集團 他們是在昨天晚間的時候 發布了這個公告 就宣布跟台積電 還有永齡基金會 是完成了1000萬劑BNT疫苗的簽約 那指揮中心的發言人莊仁祥 他在晚間也表示了 如果是真的 那看起來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目前還不方便透露購買的進度 那對此 朱雪恆他在11號深夜的時候 他也在他的臉書上面呢 來發文 他就表示 終於是買到了BNT疫苗 各大律營側翼屁也不敢坑 說他說真的是爽爽爽 好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現在呢 從印度啊到馬來西亞 再一路到歐洲的英國 還有美國啊都有人宣稱他們打完疫苗就 身體會像這樣出現磁力 那現在就連台灣民眾也分享了 在自己打完疫苗之後的四天 出現了手臂也可以吸附金屬餐具這樣的情況 那陳時中他聽到的時候是笑著說 那一定要找一個人來吸吸看 那防疫組的組長莊仁祥是無奈的表示 他說這種現象是無法解釋 從印度到馬來西亞 再到美國跟英國 打完疫苗變成萬磁王的銀帶到處流傳 許多民眾都宣稱自己打過疫苗後 變得有磁力 不只可以吸硬幣 甚至連老虎錢 鐵槌和整合鐵釘都能吸 詭異的疫苗磁力未免也太強大 不過在台灣竟然也有這情況 將一根根湯匙叉子 往手臂上擺 行北細紙證明富人 打完莫德納疫苗四天 發現自己手臂也能吸附金屬殘具 電視在補光黏著 我就自己身上拿來用 我來連上去 我先生連他連不上去 不知道會有沒有什麼後遺症 這樣想而已 找一個人來吸看看 不一定是他先前還沒打的時候就有 是不是這個人有 有什麼特殊的這個磁力的部分 因為他也沒有告訴你 他還沒有打之前 是不是就有這個磁力 那這個現象應該是還沒有辦法解釋 陳時中微笑回應 莊仁祥聲稱無法解釋 不過美國卻有民眾聲稱 那是因為疫苗內有晶片 還有民眾發起磁鐵挑戰 有印度媒體調查發現 有些人根本在印度 還沒有疫苗可打之前 就已經宣稱有磁力 那這個現象應該是還沒有辦法解釋 陳時中有實證精神 認為得做實驗證明 莊仁祥可能沒說錯 這些人還真的可能在還沒打疫苗前 就已經有磁力 至於他們為何有磁力 還真的無法解釋 記者綜合報導